字幕志愿者 李宥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宥盛 开心见成,你有你讲 欢迎收睇今日的澳门开港 我是主持人李锐盈 今天我们这星期会一年两日 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澳门交通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的士又要要求加价 我们都请了当事人上来 他们是澳门的士司机总工会的理事长 葛梁淳先生 葛先生 以及女职业司机会助会的理事长 周元正先生 周女士 以及工联总会的副理事长 李松正先生 李先生 我们都很欢迎大家 就这个问题打电话出来 和我们一起谈谈 我们的电话是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我们的联花卫视官网 和Facebook专业 来发表你的网上建议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一起看 今天澳门的重点新闻 统计统计普查局公布 第三季就业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数 为1.2万元 和第二季持平 就业居民为1.5万元 按贵增加1000元 另外本澳7至9月失业率为1.9% 就业不足率为0.6% 困同上一期即6至8月持平 不计算外固在内的第三季本地居民失业率 为2.5% 按贵上升0.2% 统计局指出 主要是毕业生投入劳动市场所致 房屋局安排获因选家团 参观设于青州青泉楼的 快营大厦示范单位 有轮后户表示 满意示范单位间隔 对今次可以安排购买快营大厦很满意 并认为单位定价合理 补贴比率提升可以接受 另有轮后户表示 总体满意单位 设计性于石排湾安顺大厦京屋 快营大厦单位的窗台不纳入计价范位 有轮后家团认为窗台过大 亦因然接受 世卫传统医药战略高层会议 在本澳举行 行政长官崔细安在致辞中表示 非常高兴澳门成为平台 让世卫成员分享他们的经验 本澳会不断为世卫提供协助和支援 世卫总干事陈奉富珍指出 传统医药是珍贵资源 可以同当今医疗互补 经济上亦够多人能够负担 他认为 未来应该加强传统医药的质量和安全性验证 并加强对销售者的管控 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的士团体申请要加价的问题 在我身边的郭梁淳先生和周远征女士 都是代表你们的工会都遞了信 要求我们的士上加价 我们也想听听郭先生的意见 为何我们要申请加价呢 今次加价 我们可以追溯回 2011年6月 向江市务局申请加价 到他批的加幅 到2012年7月宣批准 整个过程有一个年多 那我们在他批了之后 那个加价只是加首落标的1,000和白公尺 那我们其实想希望那个跳标都有调整 但是他就没有作调整 那其实他批准的方案 就是远远和我们提出的方案 是有些距离 那在这几年里面 那个通胀都不断地提升 那现在在2013年 那我们就因为很多的会员司机都同意投诉 希望我们会在今年里面提出来 因为如果我们就算在今年10月提出来 我们预计政府都会整个流程里面 大约都需要2014年 第二三季宣会批准的 那在2011到2014那段期间 我们继续整个通胀都超过有两位数 那真的如果现时我们的燃油费 和租金 那个维修保养费 都是全部都上升的 所以我们有需要就是在上两个星期 向监视务局申请的加价 那我们就希望它尽快批准 但是我们知道政府都没那么快的 所以刚才我们觉得 它会在2014年 第二三季会先批准的 那整个过程里面 真是司机每天都要付出多了的费用 那上一次的加价是保不回我们现在的通胀 所以我们有需要提出这个加价 这个幅度可能外界会觉得会大 有点高 有点高 但是如果在我们整个营运里面的支出 我觉得是合理的 还有我们会预计2014年第三季才会批准 所以这个整个大约四年里面 我觉得有需要做出这个大约20%多的加价 是 不知道那天周小姐是否在现场 就向交通局递信那时 是 是 是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交通局那边的回应是怎样的呢 当时 它也回复了我们会回去再统计过 或者计过那些数字才答复我们 但是那么多年以来 由上一次加价到现在 那个通胀真的高了很多 那司机除了要承受我们本身车租 或者维修 燃油的压力加价之后 那同样和港大市民一样 都要承受生活上的通胀的压力 那我们觉得是应该 在这个时候应该对司机的入息 要作出一些调整 那就大适申请加价 是 那李先生你对这件事又怎样看呢 你赚不赚成加价呢 純粹如果是一个 作为一个从业员 司机 提出加价 其实我觉得 有些 我需要去认真去思考一下 因为如果从一个叫做司机入息来说 从打工仔来说 希望加工 这个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从一个的士司机 即是一个的士的价格来说 要加价的话 其实我认为很多市民都会想 为什么商会不提 那是什么原因呢 当中是什么事情 会令到司机大佬这么大声 然后走出来说 我入息低了 因为通胀很多问题 我相信很多市民 不会理解 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 今天是一个 挺好的探讨的空间 就是究竟现在的士行业 这个加价 你怎样让市民去理解 他真是那个加价 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因为你会看回 现在的 无论是油价 其实这两年的油价 其实是涨了 但是也涨不到 去到百分之二十那么高 但是有市民意见 就是说 今次的油价 反而没有上一次 申请加价的时候 油价那么高 是的 因为你今次的油价 我想 2012年那时候 就涨了3.8% 如果是说2013年那时候 到现在目前为止 就涨了2.9% 累计都是6.9% 那么其他的 究竟是加了什么呢 会不会 就算现在 我记得上次加价 讨论过就是说 加什么都没用 因为加什么车主 都会加车租 加什么都没用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今天可能加了百分之二十 但是车主说 我加了百分之十八 车租 那加到什么时候呢 那很多这些问题 我相信 是真的要搞清楚 是 那我们不如看一条新闻片 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次的士 他们申请的加幅是多少 自私记团体向交通事务局 提交的士加价方案 提出起标 首1600公尺 由现时的15元加至18元 随后每跳由230公尺 增加至250公尺 但每次跳标 由过半增加到2元 停车等候每60秒增加到2元 平均加幅有两成多 有关团体表示 提出加价是由于近年的柴油和维修保养费用 有近两位数字的升幅 车租也有上升 交通事务局局长汪雲早前也有作出回应 这个服务考量如何反映在现时的价格调整的话 我们会整体听取社会的意见 我们都准备要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 因为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 都暂时未找到其他的参考值 的士服务质素早已被人够病 拒载、选客和蓝收车资等问题屡见不鲜 没有被好好打击压制之余 反而越来越严重 令到市民和旅客怨声再度 假如因为业界充斥不良风气 而令乘客怨声再度 司机自己都要将生意拒之门外 即使加多少次价 没有优质的的士服务 也刺激不到的士司机的收入提升 一下置升两成的的士费 不知市民又会不会得到好两成的服务呢? 回到我们现场的事实上 我相信市民都应该很关心这个话题 我们现在也有一位家庭观众 Mary小姐在线 Mary你好 你好 请说 其实我是极度反对今次的士加价 因为我觉得今次的加幅 和速度是比高务员加身 还有郭梁顺主席曾经说过 不要将司机的表现和服务比较 我想知道如果今次申请加价的借口是什麽呢? 举个例子 譬如如果你说一个工作态度差 散漫和没有工作能力的职员 可不可以用一个通胀 屋租贵的理由 而逼他老闆加薪 你认为这个合理呢? 还有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 他们即使因为SARS 曾经是可以向政府申请这个津贴 是高达13000元 那生意差的时候就会问政府拿津贴 那如果他赚到这样就怎样算呢? 还有就是说呢 我觉得交通事务局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注意方法 的 即是我曾经试过 那司机一见到我不是遊客 就立刻走了 于是我去交通事务局投诉 那他最后经历了一轮所谓的调查之后 交通事务局都会说 因为没有跟司机有接触 所以不够成一个拒载 那你认为这个是不是很可笑呢? 那如果譬如我上车 他拒载 那我就直接叫去警察 我重点过 怎需要去找回交通事务局的人 去做一个处理呢? 还有他们即使接受了一个市民的投诉 就算由立案到拿资料到认人 都经过了几个月的漫长所谓的调查过程 那你认为这个中间 那些市民还会记不记得司机的样子呢? 那除非他又争到像刘德华那样 还有就是他们所谓的巡查 穿着制服打罗打鼓去捉人 那如果你看到警察你还会打劫吗? 政府经常都说 就是房校轮人离他 或者他应该说香港 这个世界上呢 有一件事叫便衣的 汪文局长经常叫口号 叫市民投诉 但是每次投诉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和罚车司机 我觉得他是偏方的司机 你觉得如果你是司机的话 你每次投诉 他都不可以罚他 你是司机都不会害怕 Mary小姐你今天的意见是否 首先你觉得这个家福是不合理 第二你觉得投诉无门 第三你觉得应该是引入这个放射制度 是吗?Mary小姐 是的 谢谢你 我们再听到一位家庭观众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你好 好啊大家好 是前九 我呢 就间不中担的士而已 但是呢 我都很有意见 其实我自己也有开车的 其实现在的油费 跟前几年都是差不多的 那幅度真是来来回来的 如果说到国际油价 最高峰期是140多美元 根本现在你看看 国际油价都是大概100元 松一点 所以说油价说不通的 我自己也有开车 所以我很清楚 所以我举个例子 我早排的 九月初的时候 就是 我已经买了船飞过去香港了 我六点钟 就call黄迪 那天我只是服务得质素而已 那他就 结果呢 就说我不用这么多 我又叫他约他七点钟 他又不用这么多 他一定有车的了 跟着叫我你临出发 十几分钟左右 十几分钟你call我 好啊我又信他 跟着呢 结果他说呢 没有车 我让他玩到我死了 结果呢 那时在下大雨的 我站出街 切黑的 切来去去去去去去 切不到 结果我们乘不了船的 所以我说呢 其实没有理由 你巴士都要跟服务质素挂钩 为什么你的士不和服务质素挂钩 还有就是我顺便想借这个机会 和交交局讲讲讲呢 就是说我希望黄迪 是一定要是和那个电照一定的服务 一定要挂钩 如果你做不到电照的 麻烦你不要给这个牌子 还有就是我希望黄迪是应该是公开在照标 不一定是和原有的那间做得很难 那间公司继续是给他续约的 我觉得 黄小姐 那关于这个问题好像 要挂钩的 要做得不好的 不要给他加价的 一加加成二十几个百分比 你要质素是这么差的话 是因为之前交通局都有提过 可能是引入多一间来做这个电照的士 不是多一间 我最怕是三间四间 很惨 好像巴士公公公公司那样 而是我觉得 应该就要 你做不到电照 麻烦你去除牌 就不要说有十架 八架 一百架 不要这样 你是电照的 就全部都是电照 就不要来一部分 好好 谢谢李小姐的意见 那我们首先 和我们现场嘉宾来谈一谈 郭先生 你可不可以再解释多一下 这个加价呢 他们就不接受 这个关于燃油价提升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可以说服我对市民接受的理由 OK 其实我也希望给一个空间 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提出加价 刚才郑哥说 为什么不是车主提出来 澳门不同于香港 香港真的是车主会提出来的 很多香港的司机会反对的 澳门就不同 为什么香港是日租的 还有去找司机就比较困难些 司机只是上了车 什么都不用管 给了一个租项 比如三百元或者三百五元 这样就可以了 澳门司机是倒转的 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车要司机维修保养 验车 比如现在开始每年的强制验车 都是司机去维修保养 自己买单 自己买单 澳门不是日租 是月租 你的车停了不动 你都要给租 我们不是跟车主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合作 这个是供求问题 你有需要就要做 车主如果他几年都不提出来 到他签约 每年都签一次约 他会加你车租 他会看市场 他不是看你提不提出来加价 加价是一种 刚才说的 是弥补司机的收入 他少了收入 那当然是在标里面 落标来拿回 所以我们是和香港不同 是由我们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 我们预计空间 给车主来加价 就是加个车租 我觉得是两个地方不同 郑哥可能就 以为香港和我不一样 还有我刚才回答 有两位观众说 第一个观众说 服务不好 就不给他加价 OK 如果他可以引伸公务员 如果有部分公务员 服务不好 是不是不给所有公务员加价 这个对大多数公务员 是不公平的 同一样 现时我们 为什么经常人投诉 是投诉一批车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大约在我们1080部里面 只有一成的车 都是差不多那些号码 就是很少换号码 都是那些号码的车 从事非法的行为 比如满收或者拒载一些 都是他们 其他或者90的司机 都是落标车客的 他不会车 你加任何标都没有影响 他都不是继续标 他计算每一转收的钱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不公平 因为对于我90%的良好司机 靠标来收钱 你不加给他 我觉得任何都不公平 你不能够说 这行业有部分不好的 你整个行业都不给他加 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非法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司机的问题 刚才有一位Mary小姐 她也提到 不如引入这个放蛇制度 那他可捉到那些不好的司机 那你们有贊不贊成这些 这个非常贊成 其实我们都在加东事务局 或者我们交支会都提出了 这个可以用放蛇的方法 这个直接可以上车车车车车到司机 但是奈何政府 整天都做不到这个放蛇的行动 我觉得 现在立法会这些新议员 都要动议一件事 做这个放蛇的行动 如果你只是靠那个 靠市务局的那些稽查 是做不到的 那在未来的收入即使规章里面 是会引入警察都可以插船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效一点的 另外美里士就先说 在非典的时候 政府是没有给我们1万3元 她错不错 是借1万元给我们的司机 是分两年还钱 不收利息 3千元是弥补当时的邮费 只是有3千元给邮费 她没有1万3千元 我想这个美里士就误会了 因为整个过程我们都参与了 另外刚才李小姐说 油价没有上升 我想李小姐是駕駛的电油车 澳门的柴油比电油 所以我们经常面对柴油 因为柴油量少 它加幅度会大 所以我们所有的士都用柴油 所以我们在柴油里面 是加幅大了电油 那我们明年都说 会有新的的士牌推出来拍卖的 而且下一季就会公布这个具体数字 周小姐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就是你觉得新的这些牌照 出来之后会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还会不会再要求加价 其实我觉得新的的士牌 就算发多200架300架 如果你的规例是不变的 就算发多多少架也是无用 你越发得多 路面的压力越大 那你市民可能一出门可以截到车 他上了一架车 只不过和司机一起在路上室 你发多少的士牌都是无用的 但我觉得应该 如果你再发 应该有一个规范 例如你是发的 你是要发电照 就是你要被市民召到车 你才可以解决到市民搭车难的问题 如果你就算发多少架都好 那说真的 你司机营运的 他每一样都要计成本 收入和支出 他要计他不会去一些 譬如他空车的时候 他不会空车进去一些旧城区 是不是 就是如果逆地而处 或者市民的观众 如果你也是坐上一架车 你只会是有客 客人入旧城区 你才会进去 你不可能说空车 譬如有时我是美副帐 那样落了客 去到美副帐顶 那你转右的士多罗拜师 已经很塞车了 那你很自然 你就算你开私家车 你都不会再进一个塞车的地方 他会进去身后岸 那所以如果你越发得的士牌多 你只会加重路面的压力 对市民截到车是于事无保 你反而发一些有规范性的 例如是电照 加强电照的功能 不可以被他在街上客 那市民打电话 可以召唤车 反而可以解决到市民 乘搭车栏的问题 是 谢谢周小姐 那我们等一会广告回来 会继续谈谈谈 这个电照的士服务 应该如何加强的问题 好 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谈谈 这个的士加价的问题 那我们刚才都听了两位观众的电话 其中一位李小姐 就提到他希望的士费 可以像巴士那样 和服务质素挂勾 不知道李先生对这个 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我相信这样的看法 其实现在现时来说 刚才我听到郭先生说 那个加价 包括预计车主都会加价租 那我真的觉得 这件事真的政府 需要再去思考 要管一管 我想这样的话 绝对不是一个合适的 营运方式 对于一个公共的交通服务来说 的士不能够说是一个 就是私人的东西 你不能够说 我投了个标的车是我的 那是私人的东西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这个是一个政府 是特许发牌的 容许你去经营的一个行业 你不能够作为一个私人的 一个投资的工具 去好像买一个私人的物业 我去收租这样 我喜欢什么时候加租 我什么时候加租 然后你加租之后 好了的士大佬说我要加价 那么这个恶性循环 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的 另外就是 你会看到现在现时来说 市民普遍地 都是认为服务质素 是应该要挂钩 你怎么说都说不出 我没有可能告诉你 我加价还加价 我服务多差 不关我事 我相信这个是没有办法说 所以你会看到 现时来说 市民对服务质素的要求 是有必要的 即使你说我只有10%的司机 可能是坏分子 它影响了我整个90% 那么政府怎么管 怎么管的时候其中一个 你会看到公共服务的评价 那个制度 本身将来 是否应该要衍生到 不同的公共服务行业里面 包括了的士 其实接下来 刚才有朋友提到黄迪 黄迪我已经是一早提出了 是不应该再去 给现在的服务公司 是这样逐牌就算了 是应该拿出来重真开头 它要满足我们现在 可能ij交由事务局 需要提出的新必要提出 提出的服务要提出的佛务 最快讲到 将未来明年用发牌的的士 在黑 wprowad 也好,未来要续期的皇帝也好 这个服务评价制度要引入 就是需要你对于它的车租的一个 可能是一个营运上的模式 你要规管 否则来说最后市民没办法适应这个情况 而且有损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的形象 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一位 的士商会那边的林世威先生 在线和我们一起谈一下 关于的士价格的问题的 林先生 你好,各位好 有关的士加价的问题 刚才我听了在电话上 听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我特别强调一件事 其实由上一次加价到现在 我想只是现有的成本 已经增加了大概有17% 只是这件事 再提一提就是 200部新的的士 我们因应政府的环保政策 绿色出现政策 而我们采用了欧四以上排放的车辆 令到那个营运成本 那个维修成本增加3至4倍 我想行内的士人都会知道和同意这一点的 当然这些成本业界慢慢吸收了 净收了 当然我们因应是政府的政策 而我们是先行才做了这个白老书去做的 但是现在去调整这个价格 我相信是只不过合理的要求 当然很多人近期我听到 会将服务水准和这个加价挂勾的 我也想重新一点先 当然我希望大家分开两件事来看 服务水准和加价是两个不同的讨论范围来的 正等于其实大家去想想 澳门现时的公交行业 我可以这样分 我相信三个巴士公司 一间电照的士 电照公司 还有其他就是黑的 唯一在黑色的士来说 是没有受到任何 或者没有接受到政府任何的资助 或者赞助的 在这方面的 所有的营运成本都是由业界自己去承担的 这个大家必须要明白一点 当然这个不是说 你是不是这个理由或者藉口呢 但是这个不是 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事实来的 而现在到今天 我想政府去竞投的士牌的方式 都是用经济手段是架高者得的 而不是的士从来没有炒卖的 现在在座 我不知道有没有的士行业 或者有没有做的士 大家去查查查的话 现在的迫使的转名的情况 大家看看 我想一个月都不会有一单去买或者买 其实 零先生 我们现在现场就有郭梁顺先生 和周远征女士 以及李松正先生 刚才他们其实都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觉得车主是不应该加租的 那你有怎么看呢 这件事我经常觉得 把部分的原因推到车主那里 不公平不公道 不负责任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 这是一个市场的调节来的 并不等于车主剝削了的士司机 或者剝削了任何人 我想大家作为一个投资的方法 一个工具 到现在政府都在行这个方法 架高者得 我比如说我以前有部的士 去出租的话 或者我以前开开 或者现在不开了 年纪大了 出租给一些司机去开的话 收回合理的回报 我觉得是正常 而且以现在那个 车球人的水平来说 我觉得 完全车主是没有条件 是和的士司机去倚駕 就是人手不足 完全是一个市场调节的 你不可以 也不可能说 车主去剝削的士司机 如果你有这样的言论 或者理论的话 我有个方法 我都说了 政府马上要开头100部的的士 或者更多 我看着可能有些会到期 那我建议 现在所有 升卿被 或者很高租的 或者被剝削的的士司机 去竞投一部的士 你自己做车主 是 我相信如果你自己做车主 就会解决了高租金 也和你觉得会被车主剝削的情况 其实我想解释一件事 其实车主都会面临一个风险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好像在新一批的士里面 其实有一些来说 会出现一个我们叫做亏损的机会 如果你的投标过高的话 所以当然业界会默默 就是你们会看回 营运成本高了 人力资源缺乏 我看一个潮呢 当那个 现在的欧四车 竟然那个车的一两年之后 老化了之后 我想大部分的司机 就会转向一些 比较新的车 而这些车的车主 就会面临一个損失 其实这个是大家必须考虑 理性一点去讨论 其实就是同服务卦欧 我觉得应该作为一个条件之一 但不是应该作为一个 全部的条件 好 谢谢令先生 我们今天跟你谈到这里 我们都很开心 令先生愿意来面对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车主的话 我们现在都还有一位 蘇先生在线的 蘇先生 你好 你好 理事长 我三位嘉宾好 我先问李小姐你什么问题 你作为一个乘客 你刚刚听了阿玲先生 那一段长篇大量的说话 我们会想一个问题 我们用一句英文来说 Do we give a care about 车的性能如何 你们的车主 以及一些叫做 我们去说 你们开什么车关我们什么事 OK 你开什么车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乘客可以能够做的 唯一可以做得到的就是 可不明看到你的车 举了for hire的 我们拼手 坐进去 说那个location你知道 到了 付钱 OK 我们care 是什么 你在那段车程当中 你会不会去拒载我们 OK 你拒载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说真的 其实说真的 这件事 我们是不需要care的 所以 郭良迅先生 请你记住这句话 你们是属于服务行业 OK 你如果不是去服务我们大众 不只是对我们澳门市民 你还要对着这些游客 OK 你们是代表着澳门这个旅游城市的 好 你很幸好 就是说另外一件事 是 在中间里面 就是人家打工呢 表现好才会去加工的 OK 你们自负盈亏是你们的问题 我们只是去按住 难听说的就是按本子做事 那个标程多少 我们的事情多少 你们要去说加价 那请问一声 那巴士要不要加价 我只是这么说 如果是我们要这么公交的话 我们就一早已经乘搭了什么 我们乘搭了巴士 遲些还有个轻轨 OK 如果你们是这个 我是这样去和你们这么说 Stop right now 你们最好做好些 OK 如果不是 当全澳门市民 只是因为这句罢错你们那些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要说因为100个人 I mean 100%里面只有10% 是服务不好 什么泥蜡的 What so ever 就是等于人家说 100个好人打一个坏人 那100个人都是好人 I mean 100个坏人打一个好人 都是跟人家 那100个 应该说 一个坏人去打100个好人 就算那个坏人打贏了 都是坏人 不是跟说 用这一个 不要跟我们说 什么油价挂钩 油价 是你们的问题 OK 我们做乘客的 只能够可以这样做 两手 开门 坐车 那个location 到了 就是了 你当中对我们 是不尊重 或者是拒载 其实说真的 我也是刚刚跟你说 拒载不是理由 我收过一些理由 我曾经被拒载过 曾经被人说 我从澳门 从澳门搭回路环 这么远 他都不车我 我只是跟他说一个问题 给他两个选择 一是 你车我回家 我要去的location 要是 你车外交通事务局 谁知道他怎么做 他开快车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跟我说 那一个人 在你这么多 这么多位 司机同行的面 你怎么回答我 OK 蘇先生 我们今天跟你谈到这里 我们明白你的意见 你觉得的士服务 要加价的前提 就是服务质素 要先提升 我们还有下一位 罗小姐在线 罗小姐你好 是 你好 是 请说 罗小姐你可能要关闭电视 因为我们这边会快两秒 OK OK 你好 嗯 我可能要关闭电视 因为我们这边很快 是 请关闭电视 OK 我曾经打过几次的事 被人拒车 趕路车 那天落雨在普京门口 被人趕路车 趕路车 趕路车 车前面那两个大陆行 所以你的父母态度太差了 知道吗 是 那你是不是也不赞成这次的加价呢 你觉得服务质素要先提升 这些服务这么差 实际上加价 实际上高价 如果哪里好哪里多少钱 一件我们来着近期 一件大陆下来着 立刻腾到一项价 价钱 我承认他就不知十几次了 好 罗小姐还有什么其他意见呢 不责送加价 服务质素要是这么差 好 谢谢罗小姐 我们先跟现场嘉宾聊天 刚才几位都提到 他们觉得服务质素应该提升 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当局预料明年第三季 就会来完成一个新的的士规章的修法 郭先生你自己觉得这件事 会不会规管得到这些服务质素差的问题 法律是一个原则问题 还有法律一定有空间 如果你想犯法的 一定可以做到空间给你犯法的 在将会修改的规章里面 其实我们给了很多建议 政府能不能在规章里面 做一些专针对有些不良司机的行为 例如呢 重罚或者吊销工作证 这个大前提要做到 如果你做不到 真的很难阻碍那些不良罚子的 刚才苏先生说 我们都很认同服务 我想我们喝咖啡也想 咖啡室服务好 但是如何改善呢 尤其是的士 所以香港的臉面就会被广厚一些 和反航复杂 如果你说要好陆努力来过去线呢 就是一定要政府和我们的民间社团 共同努力 我們不是今天 以前不斷我們都會跟交易事務局提議 在哪個時候做什麼行動 去什麼定點的地方 去打擊那些不法分子的 還有有時賭場酒店有時打電話給我 我即時會通知交易事務局去檢控一些拒載司機 我們雖然是民間機構 但是我們有責任是協助政府來改善 如果沒有我們協助政府 政府未必可以引入警察來擦船 剛才說過的食規箱裡面會加多一個警察 我們非常贊成 因為稽查的力度未必足夠 剛才有個觀眾說 檢控一個司機非常困難 取證歷史很久 還有司機可以上訴 我收到交通事務局的資料 如果成功要那個司機發錢 大約那個流程要半年 那你說司機害不害怕你呢 一定不害怕你 是吧 還有司機做了一些非法行為的司機 他當成本做而已 你付了一千元 他不是每個月都可以測試到的 所以我覺得有需要共同努力 比如我們提供多些資訊給政府 怎樣可以檢控這樣的不良分子 這個其實我們都不斷努力的 其實我們不只是說怎樣加價 是我們幕後做好很多功夫 是有目共睹的 我們真的會在專門做一些斬銷的地方 是叫交通事務局下去擦除的 不如李先生很快地來應一應 關於這個規章應該如何定定的問題 你自己個人有沒有特別好的建議 譬如有些坊間認為 就應該要有扣分制或者引入放蛇 你自己個人對這個又怎樣看呢 其實引入放蛇很多時候都提過 但是始終礙於本身澳門法源的問題 所以到現在都引入不了 仍然在法律界有很多爭拗 但是第二件事就是我覺得 如果關於的士司機的服務質素的問題 我想一個是扣分制 一個是說如果真的被檢控的話 車主是不是應該有連帶責任 等等這些都是能夠起到更大的阻嚇作用 令到不可以再去做一些損害澳門形象的事情 例如你真的不按標收費的時候 如果你是分級有一個懲處的嚴重性 我相信這些都是有一定的阻嚇作用 我們先談到這裡 再去廣告回來我們會聽聽市民的意見 回來我們澳門開港現場 現在開時間了 就接聽一位蘇同學的電話 蘇同學你好 你好 各位議員你好 請說 那些司機要對市民要對市民有禮 就是要提高的士的服務質素 就是好像這樣 我假如我搭車就是搭的士 那些司機兜來兜去是狂照加價 那你要提高的士服務 那還有沒有其他意見呢 蘇同學 這條問題就是 司機要對市民有禮 即是都是服務質素的問題 是的 蘇同學還有沒有其他意見呢 關於的士的其他問題 也是有的 即是的士的問題 但是我現場是用深馬路態度的 即是找人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問題 好 謝謝蘇同學 我們今天和你聊到這裡 我們還有下一位陳先生在線 陳先生你好 你好 想說一個問題 實際上這次加價是最後入汪文拍板的 實際上汪文這個權力是錯上加錯 根本第一件事 他對外說對的士司機的服務質素OK 或者人認得他 所以對他好一點 實際上本澳的士服務 根本差上到差無可差 根本你 實際上拒在加價 即是施行定價什麼差都有的 根本實際上 完全是不值得加價 但是為什麼汪文在這樣的狀況下 還說加價是對澳有益處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想問李從政議員 你逐替選議員 你有什麼保證 向我們這幫市民說 你會進入這件事 令政府會對這個加價事件負責呢 我想問一下 你憑什麼應受性去做這件事呢 另外你們的業界代表 實際上是保護你內部的利益 實際上你們說的 根本都不是完全保護我們澳門市民 即是我們這幫所謂乘客的利益 是根本在保護你的同意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次堅持加價是錯上加錯 你先解決了內部 你內部還沒解決 你叫加價業我們付這麼多錢出來 你是不是傻的 給那些人仔 是嗎 就說了 謝謝 謝謝 但也要提醒一下我們下一位觀眾 千萬不要罵人 我們還有下一位王先生 在線的王先生 你好 你好 各位主持 你好 郭先生 小姐 李先生 是 請說 請說 那 說真的 即使如果加價 我肯定是反對的 有什麼好處呢 老實說 即使司機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 油槍的好處 維修的好處 是 沒錯 說得很清楚 又說那些維修什麼成績之類 你猜加了價 你猜它會好多很多嗎 服務態度 一定不會好的 肯定不會好的 一樣的嘛 加過這麼多支架 由10元加到現在15元 服務態度好過嗎 老實說 還有一道 首先你想的服務好 你最緊要叫汪先生 搞好交通 是 個個都不願意進來 哇 第首第角 都接不到的的士 剛才李小姐也說 又說打電話王跡 又說叫了9000多次 又說什麼什麼什麼 不過說著 那好了 你說現在學剛才那位小姐說 就做多兩間公司 做多兩間公司有用嗎 巴士公司有三間 我不是實在說小姐 好像剛才李松正先生說 他也不反對說 不喜歡說什麼加價 什麼之而之類 郭先生也說現在的聯運有什麼之而之類 喂 大哥 你現在加不加租 但是郭先生 其實都是屬於租方的 我自己 說我個人來計算 我絕對百分之而言 我不喜歡加價 不想加價 不是說他的成本不重 大哥 你知不知道一輛車多少錢租 我聽到那些人說 一萬幾兩萬元租 不是 那個日價一萬幾元 一萬幾元租 何來得到好服務 每個人都走 大哥 見到那些拖著那些劇仔 那些 又是師奶 又是 是 麻煩你黃先生 我們要不要和你談到這裏 好嗎 好 我們還有下一位陸先生在線 陸先生 你好 陸先生 陸先生 請說 司機 司機的服務肯定態度就不行 是 陸先生 好 陸先生可能你的電話訊號不太好 好 那我們不如等郭先生或者李先生先回應一下剛才的問題 好嗎 郭先生 我想每個市民都不想加 包括我的助理都不想加 其實 剛才黃先生說 他反對加價 即是給了加價給車租金 即是加助租 這個 我想他誤會了 就算我們不提出加價 車主會看市場 你賺到多少錢的 他會加租 那是一定的 他投資工具 其實是否市民不太明白這個順序 不如郭先生也解釋一下 即是你們先從車主那裏租車 之後再出去做租客 即是等於鄭哥說 即使現在變成一個投資工具 他那個投資者他不講回報的 他不是開的 正如現在發了200部歐盟四營的車 我們查過大約有超過一半是投資者來的 他投資之後就會自己不開 或者給一些承包公司來包 他當然去計算成本 收租金 租金 租金 大約或者收本利息來計算 給了一個承包公司 用來承包 承包公司就會看市場 如果生意好的 他會租行高些 這個是市場調節 如果你再不提出加價 那這個承包公司會不會再加價呢 是一定會 所以我覺得要分開 我們提出加價 是希望我們的司機的人工高了 還有因為投資者都需要一個成本 那我們就予一些空間 大家合作 我們不是說剝不剝削 總之你認為OK的你就開了 我們跟車主的關係合作關係 不是像剛才說的 什麼剝削 我們從來沒有這件事 還有我們怎樣提出 因為我們需要加薪 所以我們是有需要提出加價 是 那周小姐 你自己都作為一個司機 正如司機 那你自己覺不覺得 真的需要規管這些車主的行為 或者你希望有些怎樣的行為 來規管他們 其實我覺得這個 加租這個問題 你根本是不能規管 像郭先生說的 你的士車主都是買的士 其實他都是做生意 做一盤生意 就算你不申請加價 他在套車的時候 即是換車的時候 他會加價 還有有些他跟司機 屬於合作關係 他會簽約 簽約之後 約滿之後 他一樣會加價 不一定是加 不一定是說你落標 的士加價 車主才加租 他有其實很多協商 他可以在哪段時間加租 如果你是作為司機來計的 你以為租金太貴的 你就不要開了 開第二架 其實自己是司機才知道 就算這架你不開 你出去的車租 其實都是差不多 不可能說這架會便宜得這架很多 所以如果你現在的士加價 只不過是加司機的人工 當然車主覺得你加了價 他那個利潤高了 甚至他那個車的價值 可能又高了 他加你價 我們作為司機的 是沒有聲音出 只可以接受 我想問一個很快的問題 我就不太明白歐盟四 那些車型是怎樣的 但有其他地方的做法 就是有一些電動車 它是不需要加那個所謂的燃油附加費 如果你是用油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燃油附加費 我不知道未來那個歐盟四 那個車是否都可以採取這種方法 現在澳門似乎是沒有燃油附加費 其實油電車和柴油車 對我們司機來說 其實影響不大 我們都需要 你就算是油電車 我們都要骨頭電 我們都要換 它損耗完之後 我們都要買一個舊身 而且它一樣是入電油 不是純粹是一塊電可以用完 其實對司機來說 那個負擔都是這麼重 不會輕得去哪裡 好 我們現在都聽到 剛才那位陸先生的電話 陸先生你好 你好 是 請說 我再講迪士價格的情況 我想百分之一百的澳門人 都是關乎這個服務的態度 之前工會主席說 迪士的害群之馬可能是一成 我想在澳門 身為澳門人都伸秀其害 百分之一百伸秀其害 我想你們即使加價 沒錯 法務騰貴 每樣都貴 但是你們的士司機 收入並不是 至於是低下層的 我想你們的收入 一般來說 都過萬五萬六 其實不是一個很差的收入 為什麼說每一次 只有一個時間 你就說要加價 但是你的服務態度 從來沒有改過呢 是不是 現在你才在開會 現在開講裡面 才說我們建議 做什麼行動去改善這個服務 為什麼你們在加價之前 不去做這件事呢 每次加價你才說去做這件事呢 有誰去監證呢 誰去監察這些事情呢 是 謝謝陸先生 陸先生還有什麼其他意見呢 沒有了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有下一位 劉先生在線的劉先生你好 喂 是請說 說得了嗎 說得了 說得了 所以你應該關一關電視 因為我們快一點 各位主持你好 是請說 現在你今天講的士 我也想給你一個意見 08年就13元 至12年就15元 加2元 加百分之幾 大家心中有數 嗯 那好了 巴士就加百分之二十幾 現在還撿了粒 政府資助 那我們呢 大家找食的東西 個個想找多些 車子有車子想賺多些 駕車找食想找多些 對不對 是 那你覺得 你說現在這些燃油 全世界 柴油 貴過無燃的 你說什麼理由呢 那 香港呢 家人又加 家人又加了 現在起標二十了 澳門起標十五 那人家呢 香港 都有燃油 附加費 那你澳門有什麼燃油 附加費呢 那你覺得 那你說 那你現在 你覺不覺的士 是否入水 行水的 是嗎 不用入燃油的 劉先生 你自己個人認為 這個加價是非常合理的 是嗎 百分之百合理 你現在你對比和巴士 你加百分之幾 巴士 劉先生 你自己是否作為一位 巴士的 的士的從業員 那你說是不是呢 主持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我問回你了 那你現在 你有數據看的 08年節開始 13元 到12年節 加了兩元 照標都不加了 那你說我是不是從業員 那大家找食的東西 不是說找多少問題 個個都想找多些主持 你說覺不覺的 那你澳門的東西 你什麼都這麼貴 那你巴士 你懂得加百分之二十幾 好了 那我問回你 阿汪先生 你懂得加巴士 好了 現在巴士倒閉了 那怎麼辦 你說不加價就倒閉 好了 那我們的士如果不加價就倒閉了 那個人不開了 好 那謝謝劉先生 我們的士 是的 繼續 我們的士 都是要入燃油的 是 是不是 你可以探一下那些石油的 全世界都沒有的 柴油比無燃的 什麼理由呢 好 劉先生我們都明白你的意見 我們今天都最後都聽到一位的士從業員的意見 差不多時間都夠了 我們都不如先和李先生談談 剛才有一個關於黃的的問題 我們是未來一次談的 你自己覺得 下一次檢討黃的的牌照的時候 我們當時提出作為一個純電照的公司 你自己有否認同這個說法呢 其實本身黃的批出來的時候就是電照 不是說現在才來轉頭 是純電照 根本在這個合約的標的就寫得很清楚 是走到一縫 他才不行電照而已 所以市民對他有意見是很正常 因為他根本沒有履行到這個合約 本身對他的要求 所以現在只是重申 你要走回電照 那沒有了 重申走回電照的時候 是不是還給他做 其實我覺得是應該要政府 要去評估一下 現在他過往做成怎樣 如果既然不是李人合約的話 那為什麼要續約呢 不續約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去重申開鏡頭呢 我相信這個也是要去思考的 政府要去思考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件事我想回應一下 就是不好意思 我耗了一點時間 的士本身如果那個價錢不是說要審批的話 那是自由經濟市場 明白的 我喜歡怎樣加就怎樣加 但是那個加價是政府規定了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一個自由競爭的一個經濟模式 怎麼可以這樣做 怎麼可以這樣理解 好 那謝謝我們今天的三位嘉賓 我們明天會對付第一次交通問題就是 粵澳價交互應 你又認不認同呢 那謝謝今天的三位嘉賓 也很感謝各位觀眾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